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子明兄弟 彼此时相过往 饮酒论文 李氏兄弟住在城东南 院子前年一大时 水珠清幽 为了聚会方便 张忠和李氏兄弟凑钱修正 李子云的酒毛屋 苏氏曲《汉书阳雄传》中在酒窑 从游学的典故 取名为在酒堂 丹州在酒堂和时摆为书类 史及和地方之屋确切记载 从袁天立二年1329年 徐志在酒堂一看 所在铺院即位在酒堂 袁亥定三年重建时 委任山长陈前府时任其子 并致满田姆若干 属之铺院 供祭祀修契之用 可知 元代三州东坡书院的建制已经存在 并出具规模 从那时起 在酒堂所在的东坡书院 就成为海南书院的标志性建筑 文昌两大书院 魏文书院和西北书院 魏文书院建成于明代 历经四百余年历史 是海南古代著名的书院之一 零万历年间 文昌连有个的玉阳书院纪律 中高度评价魏文书院在海南文化和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 文昌之名仅乃不虚 书役以文名尔 西北书院是海南清末著名书院之一 建成于清朝宣统年间 县卫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建成之后至宣统三年间 不少学者曾在此讲学 一时人文兴旺 人才辈出 辛亥革命后书院一直未教书于人的场所 县卫文北中学所有 1893年 清光绪19年 西北书院由本镇出身的清末著名书法家 诗人潘存发起 在广东总路张植栋等人的支持下筹资建造而成 尚有书院 明显创办书院的典范 尚有书院是明代海南最著名的书院之一 县卫定安实验中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相患王虹会为戴培后学 在定安县学左策院 县学社府的创建书院 王虹会为明代中后期海南明贤 曾任南京理部上书 其诗文卓尔不群 自成一品 人称有苏世锋 被誉为一代文章山斗 与秋军 海瑞齐名 尚有书院与王虹会相应征辉 留下一段明显创办书院的佳话 穷台书院 清代穷州唯一府立书院穷台书院 大约建于清朝康熙49年1709年 是一所典型的官办书院 虽然不是海南历史最悠久的书院 却是清代穷州唯一的府立书院 是穷州府规之完备 人才慎重 有重大影响的书院 也是清代致民国时期 海南教育和发展历史的缩紧 穷台书院位于海口府城 清康熙44年1705年 亲命广东分寻雷穷兵辈 到娇印汉底穷妇任 倡议捐资修建这所穷台书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酷熙44年1705年270年 雷穷兵辈出 酷熙44年1705年 雷穷兵辈出 酷熙45年1706年 3月1日